欢迎来到华视最国际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的是 这两天召开了一个 在澳洲非常重要的会议 澳洲是主办国 召开了一个海权会议 全球有40几国的高阶军官 被邀请参加 但独独就是 没有邀请中国跟俄罗斯 尤其是中国 这是第一次缺席这样子的会议 应该说澳洲没有来主动邀请他 我们知道 就是澳洲跟中国的关系 近年来很紧张 远英 中英跟静英 待会我们请专家来为您做分析 而且澳洲要大选了 那根据最新的民调也显示说 有四成的澳洲选民 会依照澳洲新政府 所希望跟中国的互动 来作为一个投票行为的一个依规 还有另外我们要带您来看的是 中国在印太的野心 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政大外交系刘德海教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老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先带大家来整理一下 就是这个海权会议 这是由澳洲的国防部所主办的 那这一次就是中国跟俄国都被排除了 中国解放军的首次没有获得邀请 那么澳洲的海军 也因为这个乌俄的情势 撤销了对俄罗斯的邀请 那讨论的焦点就在于 中国的印太野心 索罗门的跟中国的安全协议 还有海底的作战新科技 我们想先请老师来跟我们解析一下 就是这个澳洲海权会议的特殊性 跟重要性在哪里 其实澳洲的这个海权会议 真正的澳洲的这个企图是希望将来 要成为一个军火出口的大国 因为现在目前他第一是铁 美国际教育 他希望把这个军火出口成为第四大出口的项目 那他这个会议其实就是跟这些结合在一起 主要都是美欧是他主要的对象 因为他从这些国家吸收的科技 然后在地化 在澳洲生产 然后澳洲才以后才可以卖到国外去 那真正澳洲要做的就是我刚讲 他要获得美欧的这个武器的科技 尤其是海军的德国 法国 美国 英国 然后也是解放军的首次没有派代表参加 也没有邀请俄罗斯原因 是不是也请老师简单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前不久这个所罗门跟中国签了一个安全协议 让这个现在工党攻击这个自由党 攻击得非常激烈 就是你的外交的大败笔 其实他跟澳洲的位置 相对的是蛮近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罗门也曾经 是我国的邦交国 近年跟我们断交了 那么现在就是大家很紧张 这个所罗门跟中国的安全协议 到底内容是什么 还不是那么透明 大家就很担心说 是不是未来可以看到中国解放军派驻 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这个地方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就算不派驻军 也是有可能做一些动作 危害澳洲的国家安全的 像这边你可以看到地图非常清楚的 这个澳洲来讲 离他最近的南太国家是 PNG 巴布亚 牛几内亚 再下来就是所罗门 所以所罗门被澳洲一直设为 他的门口的最重要的一个 要保护的这个地点 那尤其是澳洲对所罗门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John Howard时代 花了十四年 数十亿的钱 去维和 维持 所罗门的安定 去年又来了 所以去年是澳洲又去了 但是澳洲在维安的部分来讲 澳洲是没有去管Chinatown 但Chinatown 唐仁街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跟中国在这个地方外交 因为竞争 然后造成了当地有两派不同的 这个地方去 那现在中国的借口 就是说 你为何不为何 我们唐仁街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就跟所罗门签这约 以后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我们我们也可以来维和 那说刚刚对澳洲 什么安全威胁 澳洲现在担心他会在这里 有什么军事的活动 这个underwater drone 水下的无人机 还有这个水下的机械人 还有一些其他水下探测 这些都使得今天这个潜水艇 在下面很容易会被抓到 甚至可以布这种 这种探测的这个资讯的东西 机械人或者是什么 这个drone之类的 所以他就怕 现在他从中国军舰是可以靠港 中国的军舰可以靠 如果靠港一个月 那这很多事情可以做 因为他说underwater 你看我看水上没事 他下面可以做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来讲 澳洲比较担心 应该是这个部分 所以澳洲没有办法容忍 在自己家门口 就是像所罗门这样子 让中国的军舰 有可能在未来看到 停泊在那里一个月 那这会也是静音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 想请您帮我们分享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跟澳洲 其实近年来的关系是直下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 就是包括说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其实中国 也对澳洲来可以 比方说是葡萄酒 可以重税 那另外就是像一些牛肉等 其实现在中国 也不准澳洲进口等 所以澳洲的关系 之所以会这么的紧张 是不是请老师 在简单背景 帮我们来脉络解析一下 其实澳洲关系 只不过是美中关系的 一个部分 他们怀疑中国在澳洲 做一些政治的活动 就是花钱买人来讲中国的好话 给议员 还有给一些研究经费 给这些学校 但实际上是做勤修的 或者是说其他的 就是想要改变人家政治思维的 就是说想共产党最好 共产党体制最好 美国的川普上来以后 就是那这个摩瑞森 就希望跟美国关系进一步好 所以他就变成是 他跑出先锋来了 川普这样一讲他马上就在这里直接讲 所以就引起了中国的火大 就开始做给他做经济制裁 是 经济制裁的部分 对于澳洲来讲 是一个已经有打到要害了吗 其实这个当然是中国是根据 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决定 所以说澳洲最好的这个铁 世界最好的铁 世界最好的煤 他都是偶尔就是叫国内 少买他一段时间 这样你在外面不能进来 那这样子给你一些威胁 但是基本上没有进 那其他的进的 像什么葡萄酒的奢侈品 可喝不喝的吗 还有牛肉是最严重的 对澳洲研究很大 还有这个卤制品 牛肉也其实关键 是 还有一些就是大学 中国学生不需要读了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还有在中国跟澳洲的争议 还有一个就是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也是中国呢 非常这个处心几率 在全球设地所设置的 那不是单纯像名字上面讲的 孔子学院 他实际上就老师所理解 他还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对 孔子学院基本上 我们听起来是一个文化的传播的 或者是传递 或者是改善两国的 不同文化的关系 那澳洲当然也是这样想 结果后来就发现 他来的这个大陆的一些教师 是比较散播共产主义思想 或者是做一些情报收集 并不是什么真正教中文的人 他就发现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后来就很多孔子学院就关掉了 因为第一个孔子学院 来的老师的素质不够 我到时候在澳洲就经常讲 这来的人是什么四川人 他根本就听不懂他的中文 那他自己普通话讲的比那个人好 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就是 澳洲跟美国呢 他们当然就是这个 彼此呢是非常肩并肩 非常紧密合作的 那么在澳洲跟中国的部分 我们来看刚上一章就是 我们知道就是最近 其实今天有个新闻提到说 就是呢 跟美国采购的 阿帕奇直升机什么等呢 都也都敲板了 那我们也知道之前有这个 英美为澳洲提供核潜舰 而且除了说老师刚刚讲说 澳洲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军火出口大国 其实美国就是澳洲 主要的军武供应国 那在美澳的关系上 当然还有这个五眼联盟啊 等等啊 军事的科技还是得要靠美国了 他还是跟美国在合作的 所以这个是必然的这个趋势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就是呢 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次的海权会议啊 还有一个主要大家要讨论的 就是呢 中国在印太的企图心啊 我们简单为您整理了一下 其实中国在印太这边插旗的 当然很多地方 包括巴布 牙牛 几内亚 这边的话呢 中国的国营的渔业公司 正在建造港口 跟渔货加工厂等等啊 这只是举个例子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刚刚讲说 所罗门群岛啊 未来可能可以看到 中国的军舰呢 在这边停泊 解放军可能进驻 那么也跟中国呢 就是中国出资 建造了一座新的国家体育馆等等 那另外呢 在万纳渡这边呢 中国也希望呢 成立常驻的军事基地啊 澳洲也很担心哦 被中国当成军港啊 老师各位 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中国的印太的 这个野望野心啊 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 澳洲的分析是认为呢 中国利用这些国营的企业 跟这些的 这个南太的小国关系友好 先给你经济的利益 到最后他就要军事的还有一些情报有关的 譬如说刚刚没有讲到的是PNG 其实本来是要跟中国合作建一个海底的通信电缆的 澳洲下了 赶快就赶快就赶快去进去 把他全部买下来了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然后呢 又跟万纳渡也是讨论这个问题 结果呢 澳洲也是出去把他 海底电缆 对也是一样海底电缆的 因为这个还得了 就马上就可以勤收澳洲了嘛 所以的话这个已经在渗透过程中 都被澳洲都挡下了 那这一次呢 终于这个索罗门来不及挡了 最主要就是他们本澳洲的关系 根本就坏了 然后美中关系也不见改善 我们非常谢谢政大外交系 刘德海教授 来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来观察 就是澳洲的这个海权会议呢 他也想要展现他未来呢 成为这个军火大国的企图心 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没有受邀 但中国在印太的势力 像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趋势 可能是会越来的影响力越大 甚至我们未来可能看到 中国解放军会进驻 我们之前的邦交国索罗门 这些的影响都会非常的深远 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来到现场 跟我们一起观察中国在印太的企图心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稍微休息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视 鼓祝我们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